喔!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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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主打在鹹蛋黃醬跟起司醬上面 所以可以想不到 它竟然是辣的耶 嗯...不到難吃 但是...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驚豔耶 哇!這個玉米球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耶 重點就是裡面的金沙醬 金沙醬就該這樣子用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果然超快又見面了 上禮拜呢我們才剛剛開箱完 摩斯漢堡的新年限定商品 今天呢馬上就要來開箱 新鮮出爐 今天才剛剛上市的 肯德基新春限定商品 京香富貴起司金沙雞 還有爆漿流金玉米球 味吃先拆 我覺得一定超好吃 基本上起司搭配炸雞 應該就沒辦法難吃到哪裡去 重點是呢 它還加入了鹹蛋黃醬 平常在熱炒店看到一些金沙做的料理 像是金沙魚啊 真的是沒有吃過難吃的料理 那玉米球的部分呢 它就是外層呢 像是QQ蛋的那種類型 然後內餡呢 加入了金沙醬 所以當你咬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爆漿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兩個商品呢 我都還抱有 滿高的期望的 看看等等會不會被打臉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開箱吧 登登登!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新品 這盒子都還沒有打開 就可以聞到濃濃的 鹹蛋黃氣味 反而那個起司的味道呢 就沒有那麼的明顯 玉米球的部分呢 因為它這樣子一盒 兩顆 那為了拍攝好看啦 所以我們就加點了一份 先來開箱我們的炸雞吧 登登登! 喔! 外觀上看起來 哇!等一下 這個鹹蛋黃的氣味 直接噴出來耶 超級明顯的 真的要用 非常非常濃郁來形容 起司啊 雞肉的味道啊 或者是炸的那種酥皮的味道 都聞不到 就是鹹蛋黃的味道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金沙的關係 整隻炸雞 看起來都有比較黃一點點 但是說真的 金沙醬的部分呢 它就只有上面這一層而已 然後我有注意到一點 它的雞腿 有一點小隻 那我們就來先吃大塊的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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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因為它主打在鹹蛋黃醬 跟起司醬上面 所以 印象不到 它竟然是辣的耶 哇這個辣度 好美妙 可能比什麼 青花椒 炸雞都還要辣耶 好辣喔 那是我耐受度變低了 還是怎麼樣 首先第一個呢 是 好辣 吃下去的口感呢 鹹蛋黃比起紋的時候 味道消散了很多 其實實際上這樣咬下去 你第一個你不會感覺到金沙那種 粉粉的感覺 有可能是因為它把它製作成了 金沙起司醬 就是比較偏向 起司炸雞 第一瞬間吃下去的時候 有一個鹹蛋黃的味道 接著就融入了起司的味道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炸雞本身它的香味 我覺得它鹹蛋黃的這個氣味呢 基本上它就只是調和 起司炸雞之中太甜膩的那種感覺 嗯不到難吃 但是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驚豔耶 當初我聞到這個很重的鹹蛋黃香氣的時候 我以為它就會是一個 非常純正的 鹹蛋黃金沙炸雞 那實際上吃下去之後呢 還是比較偏向起司炸雞 啊我是不是打臉自己了 接著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小腿好了 小腿的部分通常都要吃 肉質最鮮嫩的 小腿的部分喔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那個肉質 就真的是有比較鮮嫩 它的切面的部分啊 表面上還有一些肉汁 我覺得這種的炸雞才會是好吃的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大腿 你看它的這個表面的部分呢 其實基本上已經沒有汁了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的 雞肉就會稍微有點偏柴 只不過通常確實就是小腿會比較好吃啦 比較鮮嫩一點 我覺得口味上呢 吃起來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個差別是 剛剛的起司醬就沒有那麼集中了 我可以看到它旁邊的部分 都還蠻均勻分布的 所以小腿的部分 反而鹹蛋黃醬的味道 就會比較出來一點點 算是比較有符合這個金沙雞的概念 接著就來猜想我們的玉泥球啦 剛剛的那個金沙雞 直接 打臉自己 那不知道這個金沙玉泥球的表現會怎麼樣 欸 其實它算是蠻大顆的耶 這個大小呢 大概是夜市QQ蛋 大顆的那一種 啊 那我們就直接來吃吃看嗎 哇 這個玉泥球 真的很好吃耶 它的外層是還蠻酥脆的 但是不會到乾 然後它在最外層的部分呢 還加了一些些糖粉 稍微有點甜甜的 但是又不會過於甜膩 中間的餡料部分呢 是玉泥 它的口感還是在的 還有一點點絲的那種玉泥 蠻不錯的口感 重點就是裡面的金沙醬 金沙醬就該這樣子用嗎 真的是爆漿了 酥脆的咬下去餅皮之後 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接著玉泥進入到你的口中 有個玉泥的香氣 最後呢 突然間 進入了金沙還有鹹蛋黃醬的主廠 哇 邊咬的那過程中 這三種東西融合在一起 完美 真的是絕配 好好吃喔 還好我多買了一盒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肯德基新品呢 就是有一個擦嘴了 好啦 那這一次的肯德基新品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唉 有點可惜 可能是我對這個金沙雞爆有太大的期望了 就讓我有點小小的失望 聞的時候 鹹蛋黃醬的味道非常的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吃下去之後呢 鹹蛋黃醬幾乎就沒有出現在裡面 大部分呢就是起司的香氣 好像還是在吃起司炸雞的感覺 沒有符合我內心的那個期望 不過呢 這個芋泥球的部分 就讓我非常驚豔了 我覺得它從外到內呢 都有非常多的層次 從最一開始這個很酥脆的外皮 到中間保有芋頭本身的那種口感 但是又有芋泥的香氣出來 那最後是一個會流汁的鹹蛋黃醬 口感非常好 層次又有很多的一個芋泥球 真的是讓我覺得蠻意外的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價格 金沙季的部分呢 如果是搭配一個普通的小套餐 是181元 那接著芋泥球的部分呢 單點是69元 有一點奢華 等於一顆大概要35塊 哇好貴喔 可是這芋泥球真的很好吃耶 那其實如果你想要吃芋泥球的話呢 我可以推薦大家到 可能接著官網去買一個套餐 它有一個是金沙雞 加芋泥球 然後再加薯條 再加可樂 這樣子一整個套餐呢 是2229元 這比你單點便宜大概40塊左右 給大家做參考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並跟大家預祝新年快樂 掰掰 掰掰 我還今天火好沙啞 我還要不要一 一二一二 一二 喂 喔喔喔喔喔喔 我怎麼感覺被拉到一個喉嚨 直接 沙啞 我 幹 我真的沒聲 我真的沒聲音喔 噢噢噢 我覺得怎麼可能 vai ury SAS 什麼 噢噢瓊 走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